上個月的時候,我在門診看到一個病人,他爬山受傷,突然滑膠 當時立刻聽到膝蓋啪的一個響聲 後來就站不起來了,腳沒辦法伸直 雖然到其他醫院去看,可是X光照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說他再來我們醫院求診 我們醫院有父前科醫生先幫他掃超音波 然後發現到身體裡面有一個最重要最大條的肌肉叫做骨勢頭肌斷裂 後來精有轉診到我們骨科,後來我們有盒子共振 結果發現到是骨勢頭肌確實在連接骨頭的地方斷掉 後來我們有幫他安排手術 那手術的方式呢,是用縫合式的毛釘幫他做處理 把精把它縫合在骨頭上面 那原則上面這種骨折要在急性期的時候處理 幾乎可以要完全的恢復 那你如果拖了幾個月,那個時候再手術的話 可能要恢復完全的功能可能就困難 當然手術了以後他必須要穿護膝固定六週再復健 大概三個月左右幾乎可以回到原來的功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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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 billion 謝謝 先生 感谢观看